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的进度在生命纪24章1到13节 24章1到4节一开始谈到关于离婚的事情 那么这一段很容易被误解 好像摩西在鼓励离婚 那么其实不是的 我们前面有说到 在这些律法规条里面有很多 是在承认邪恶 就是说人罪性邪恶的前提底下 对邪恶的一个规范 为邪恶化一个界限 就是意思是说 在当时候有离婚的这些事情 虽然神的心意并不是要人离婚 但当时候有这个离婚的事情 那在这离婚的这个过程里面 神怎么样去规范这个邪恶 怎么去保护特别弱势的 就是妻子的那一方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他说到 人若娶妻以后 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 这个不合理的事 在别的翻译本 翻译做丑事 或者淫秽的事情 应当不是奸淫 如果是奸淫 在当时候的律法 是要被石头打死 那么这个不合理的事 有在犹太语 纳比里面有不同的学派的说法 有人是说到说 甚至是很简单的不合理的事 就是好像随便饭煮不好吃 或者是反正就是给他一个糖塞的理由 就可以修他 不过这里倒不是这段律法的重点 这段律法其实我们继续看下去 会看到 其实摩西在这里要保护这个妻子 讲到说 如果真的有这个修妻的事 离婚的事 人娶妻以后 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 不喜悦他了 就可以写修书交代他手中 这里的经文看起来就好像会让人家误会 表面上看起来是 人结婚了 看太太有什么不合理 不喜欢他 我只要写修书就可以跟他离婚 但事实上不是的 在古代静东 妇女是很没有保障的权益的 在以色列以外当时候的国家 他们对妻子是可以恶意的遗弃的 甚至呢 是可以常常就是有很多的虐待 凌虐的事件 可是在这里摩西的用意是什么呢 是你如果要真的不得已 你真的有看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情 你要离婚 好 你必须有修书 你必须有一个离婚证书 证明这个妻子不是犯奸淫的 否则呢 这个妻子没有办法再嫁 这个妻子呢 如果他 因为我前面有说过 当时候几千年前啊 女人几乎没有什么谋生的能力 他必须仰赖 仰赖呢 这个丈夫或者孩子 仰赖男人啊 那如果他被恶意的遗弃 他势必想要 是不是可以再婚啊 那如果再婚的话 前夫就可以指控说 你 你这个 犯奸淫啊 所以这个修书 其实一方面是规范这个 丈夫 你不可以用任意的理由 把他给修了 第二个是呢 也让这个妻子 可以有一个 一个证书 证明 他是千百 他可以合法再婚啊 在原来的经文里面 这个就可以是没有这三个字的 而是表达一个事实 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 不喜悦他 写了修书交在他手中 打发他离开夫家 所以这里不是鼓励人离婚 而是说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在当时候的环境里面 真的还是有这个离婚的事情 那么你必须 有一个修书 来保障这个妻子的权益 那么第二节就提到呢 妇人离开夫家以后 可以去嫁别人 所以 他拿到修书 他可以合法的再嫁 后夫若恨恶他 写修书交在他手中 这是第二任的丈夫 又讨厌他了 又写修书交在他手中 打发他离开夫家 或是 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 就第二任丈夫死掉了 第四节说 打发他去的前夫 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 再娶他为妻 这是指礼仪上的不洁净 这个玷污 意义是说 他已经又结婚了 那因为这是耶和华所证悟的 不可使耶和华你神 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 这里说到呢 虽然丈夫 他可以遗憾的 修掉了太太妻子 那么这个妻子拿到合法的证书 他又再嫁 在嫁之后呢 假如他又被修了 或者说他的后夫死了 前夫不可再娶他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定这个规范呢 为什么要定这个规矩呢 我说在当时候迦南地的文化是非常混乱的 特别在性上面是非常混乱淫乱的 这跟他们拜的偶像 拜的这个信仰是有关系的 那么 所以这个修书的用意就是为了让前这个丈夫想清楚 想清楚 因为你要有理由的 你必须想清楚说我我是不是真的要跟这个太太离婚了 否则如果我离了婚 我写了修书 那我下次又再娶回来 又再理又再娶回来 那跟没有修书是一样嘛 就等于是没有修书意义也不大嘛 反正我就是写了又毁掉 写了又毁掉等等 所以提到说婚约要修妻 第一个就是要修妻 你前夫必须考虑清楚 你知道你虽然修了妻 这个妻子是可以再嫁的 他在嫁之后你不能够再娶回来的 上帝禁止你再娶 所以你要考虑清楚 你可能会觉得我不喜悦他 但是你后来又反悔来不及了 你要想清楚 再来就是说婚约不是儿戏 你不能够因为有修书就反复轻率 就是我刚才讲的 如果可以一直反复轻率 那有没有修书的意义就 就没有那么重要嘛 反正你又结婚又修又结婚 那根本不需要修书了嘛 反正我就口头上要娶你 就变成一个在婚约关系的混乱 所以神在借着摩西设立这个律法 是在人的邪恶的前提里面 为邪恶划了一个界限 你要离婚你要想清楚 那么你同意妻子再嫁 之后你不能再娶回来 你不要改来改去不行 这是一个婚约不是儿戏 你不能清算 你要慎重看待 那么其实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 三到八节 其实耶稣也对这一段经文做了一些说明 在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三节说 由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 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 因为他们就是误解了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说 人若娶妻以后 见她有什么不合理的事 不喜悦她 就可以写修书在她手中 打发她离开夫家 摩西的意思是要保护这个妻子 是说你必须有修书 可是这些法利赛人读回来 就变成是 我只要写个修书 我就可以修妻了 所以任何理由都可以修妻 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修妻吗 耶稣回答说 那起初造人的 是造男造女 并且说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既然如此 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了 乃是一体了 所以神配合的 人不可以分开 法利赛人说 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 给妻子修书 就可以修她呢 我说 这里是他们读经的误解 他们用恶意去读了 摩西在这里的规定 以为摩西说 哦原来我只要给了修书就可以修妻 不是 摩西原本的意思是说 你要修妻你要想清楚 你必须有理由 丈夫不可以任意的修妻 他们却可以读成完全相反的 哦太好了 只要我给修书就可以修妻 所以这是非常恶意的去读这个神的律法 没有搞懂神的心意 所以耶稣就说 第八节 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 所以许你们修妻 也就是我说 承认邪恶的前提里面 对邪恶做的规范 那么 但起初不是这样的 我告诉你们 凡修妻令取的 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 就是犯奸淫了 有人取纳被修的妇人 也是犯奸淫了 等等 所以耶稣的意思其实很清楚 夫妻原本神的心意是造男造女 一男一女结婚 在神的心意里面 一男一女奉耶稣基督的名结合了 结婚了 那么这就是神所配合的 因为这个蒙约是在神的恩典 在神的约里面的 人不可以分开 也就是说不可离婚 这是一个属灵的大原则 当然有很多实际的伦理面 跟应用面的问题 但是我说 整个大原则神的心意 是夫妻结婚不应当离婚 那这里是在一个 现实状况下的前提里面 做的一些规范 要保护婚约 要保护妻子 接下来第24章第5节 提到 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 这是规定 你结婚了 你不可以从军出征 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 可以在家清闲一年 他有一年的假 他不可以打仗 为什么呢 使他所娶的妻快活 使他所娶的妻快活 他要指的是什么 要善待你的妻子 这里呢 当然会指到是 在性上面的生活 也特别指到的是 整个婚姻的生活 你必须在整个婚姻的生活里面 去善待你的妻子 所以这里的精神是什么 我们可以想象 这个刚刚结婚的 以色列的男女 那么他们必须适应一个新的家庭 特别女方嫁过来 要适应男方这边的生活 然后呢 他们用这一年的时间 好好经营他们的关系 不过摩西这些律法 他也有一些背后的意义 就是说在积极面 就是我刚才讲的 使夫妻有时间相处 好好地把心思放在对方身上 增进夫妻的感情 这其实实在是非常的美 我们现在的时代都很忙碌 夫妻好像结婚这件事 变成有时候还变成是一个打搅 大家很忙 赶紧有个结婚 结婚完又各自去生活 我想这个其实是很可惜 神希望我们在婚姻里面 在婚约里面 如果可以 当然你有多一点的时间 可以去经营夫妻的生活 夫妻的关系 特别结婚的第一年 有很多需要适应 在肖级面 其实跟当时候的背景 也有一些关系 因为他这里提到的背景是 从军出征 如果他娶了妻 他一年在家 这个先生呢 他可以看到自己的孩子出生 基本上是有机会 可以看到自己的孩子出生 那么而且呢 避免如果你结了婚你就从军出征 那人死了 那这个太太就 你人死无子嘛 这个太太就变寡妇 你会让他非常的困难 他就变成寡妇 他生气会有很大的困难 等等这有一个实际的考量 因为我们说当时候的 以色列人分土地啊 他们的继承 是跟你的子嗣是有关系的 所以他嫁过来 然后他没有孩子 变成寡妇 他的处境会相对辛苦 相对为难等等 第六节提到呢 不可拿人的全盘磨石或上磨石做档头 档头就是抵押品的意思 因为这是拿人的命做档头 档头是抵押品 在以色列前面说到呢 不可拿利息 但是你可以拿抵押品 他说可是你拿抵押品可以 你不可以拿这个全盘磨石 磨石是有下面的底盘跟上面的 可以磨的 在以色列人他们要磨这个面粉 他们日常的生计 都是需要这个磨石来磨 所以你如果把这个磨石整个拿走 或者拿走上面 拿走上面你下面就 就没得磨了嘛 一样的意思 那你等于影响到人的生计 是拿人的命当做档头 这里在强调说 你要拿抵押品 你不可以危害 危害这个影响到 威胁到人的生计 你要让他吃得饱 他才可以好好的工作 赚钱来还给你 第七节 若遇见人拐带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 当奴才带他或是卖了他 那拐带人的就必致死 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这里就是绑架 这里拐带的意思就是你绑架了一个人 你把绑架了一个人 强压他当奴才当奴隶 来苦待他 剥削他的劳力 或者你把他卖到外国去 为了钱的缘故 那么拐带人的就必致死 上帝非常看重人的生命 胜过一切的财物 如果人为了钱财而绑架一个人 那么基本上这在以色列当中 以色列人当中是大恶 所以要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而拐带人的就必致死 以色列人 以色列整个群体是一个盟约的群体 是以色列人共同跟上帝立约 所以他们不仅要向神忠心 向神负责 他们彼此之间 是有一个要互相照顾 关心的这个责任 你不仅没有这样做 你还把你的弟兄卖到国外去 这是一个很大的毁约 那么你违背了这个盟约的群体 显然就违背了对神的约 当然就要被致死 第八节提到呢 在大麻风的灾病上 这个大麻风不单单是指 现在的所谓的麻风病 麻风病是指这个 在这个痛绝神经 就没有痛绝了 末梢神经等等 因为没有痛嘛 你也要为了有刺激药 或者是受伤了不知道 所以常常末梢会溃烂 鼻尖耳朵 手指头溃烂 这里指的是 所有的这个皮肤病 他说在大麻风的灾病上 所有的皮肤病里面 你们要谨慎 照祭司立位人 一切所指教你们的 留意遵行 这个是在立位祭司 三到十四章 摩西在这里特别来提醒 以色列人 在皮肤病的事情上面 你要特别留意 照祭司立位人 所说的来做 要小心 包含要隔离 包含要观察这个灾病 包含有一些捷径的过程 他说当纪念出埃及后 在路上 耶和华你神向米利安所行的事 米利安 他在 这个是记载在民宿记十二章 米利安因为 这个挑战摩西的权威 所以他长了麻风病 所以他是引用米利安的故事 来提醒 以色列百姓 他说 米利安他挑战 他这个摩西的权柄 长了长了麻风不顺服摩西 摩西当然是这个代表 当时候神所设立的权柄权威 那他长了麻风病 都长了麻风病 那你已经得了皮肤病了 你已经得了麻风病了 那你怎么不顺服 你更要去顺服 祭司立位人所指教你们 应当做的 那这里要提醒的是什么呢 因为皮肤病这种东西 有一些是在外表 手脚是看得见的 有一些长在身上 病灶是比较隐秘的 隐私的 在当时候的医疗没有那么发达 所以你这个皮肤病 如果你不告诉人 但是是一个很严重的病 你会损害到整个 以色列的群体 它会变成一个蔓延 传染病一直传染下去 会造成整个以色列 这个盟约群体的一个危机 你如果是有麻风病 或者是皮肤病 严重的皮肤病 其实你会很麻烦 但是你为了整个群体 我说的麻烦是指说 按照祭司立位人 各个洁净的过程 祭司勘察的过程 还有整个洁净等等 包含你的家 你的物品等等 很多细所 可是你如果不讲 你会危害到整个 以色列的群体 卫生跟健康 所以你必须 顺服祭司立位人 所说的留意遵行 好好的做 为了社群的缘故 第十节 你借给灵社 不拘是什么 不可敬他家里拿 他的档头 要站在外面 等那向你借贷的人 把档头拿出来交给你 这我们前面有说 借贷不可取利 但是你可以拿抵押品 可是这里的规定是 好你如果想要拿抵押品 可以啊 你不可以进人家的家里 为什么人要跟你借钱呢 因为他真的是很穷苦 所以这里要保障的是什么呢 保障这个欠债的人 他的隐私 因为他的家 肯定家徒势必 那你就是借权人了 你都不能够 进到人家家里 去选你要的 这个档头 不可以 你必须等在外面 等这个 虽然他穷 他跟你借 但是呢 你不可以羞辱人家 你要保留人家的尊严 那么他自己回家里拿 抵押品给你 那这十二节提到呢 他若是穷人 你不可留他的档头过夜 这个不可留他的档头 是指 十三节说的 日落的时候 总要把档头还他 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 他就为你祝福 这在约伐你神面前 就是你的义了 拿档头 所以这里 十三节说的 十二节十三节说的就是衣服 他们的衣服白天可以当外袍 晚上就是棉被 所以你如果拿走 他因为很穷了 所以才会剩下一件衣服 那你如果把他的衣服拿走 他晚上就要着凉 所以摩西在这里律法的 要体现上帝的精神是什么呢 是你必须让这个欠债人 你当他可以睡得好 他可以努力工作把钱还给你 你不要去羞辱人 你不可以影响到人的生计 跟前面拿这个磨石是一样的 你要拿抵押品 你不可以夺取人 生命所需的东西 那现在的问题在这里 就是如果你是债主 你是债主 你要拿抵押品 你要去拜访 跟你借钱的人 然后客气的跟他说 是不是可以拿一些抵押品 那这里其实是允许拿抵押品 是为了保护债权人 因为怕说他拿衣服跟你借 又拿衣服去跟他借 所以他这个债权人 是可以拿走这个抵押品的 也是保障债权人的利益 可是你去想这件事情 我拿走了 好我回家 哎呦到傍晚 我赶紧要把衣服还给你 隔天我一早再去你家拿 所以是谁麻烦呢 是债权人麻烦 我借钱给你 我其实是很麻烦 我一天到晚要去拿这个衣服 所以基本上可能我就不拿了 其实在摩西这个律法里面 他的心意是很清楚的 就是说 其实你得想 人为什么抵押品拿到最后 最后他自己穿的衣服 跟他晚上盖的被子 他已经穷到这个地步了 基本上你能帮就帮吧 那你能够给就给吧 其实如果你真的很在乎你那个钱 你借他了 没有取力 你自己变你每天很累 你每天一早要去跟他拿他的棉被 他的衣服 晚上要赶紧拿去他家还给他 那这个不是你自己麻烦吗 所以我想这一整段呢 也在在的看到 神非常的怜悯 看重 保护穷苦的人 跟弱小的人 求神 而且呢 我们其实也看到整个 这个以色列的社群 彼此之间横向 有非常 非常大的关联 别人的穷苦 是我的责任 神要借着我向这些穷苦 软弱的人来施恩 求神帮助我们 这些经文有些繁琐 不过我们一读再读的时候 可以更多贴近神的心 体会神的心意 我也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可以有个觉察 有个看见 以前我们比较不会去 留意 注意到我们身边需要的人 穷苦的人 求主今天打开我们的眼睛 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身边的 也许教会弟兄姐妹 或者我们身边的家人亲友 或者我们的社区里边 让我们看见这些穷苦的人 求神给我们智慧 或者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或者我们先为他祷告 或者只是一个 善意的 我们的慷慨的一些小东西 我们可以给人 很大的祝福跟帮助 求神帮助我们 今天就活出神的慈悲怜悯 求神也给我们机会 向人显出上帝的慷慨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